妈的最近这个美国这边水深火热 身为一个中国人这样操作 每次看到护照就想祖国真的一刻都不能分割 诶这个是什么 哇台湾护照 凭什么去日本免签啊 去非洲 诶奇怪 护照怎么不见啊 什么护照掉下去变中国人民共和国红色的护照 兄弟 你台湾人吗 你中国人啊 那你怎么拿台湾护照 上面有中国啊 中国 那你是哪 中国哪里的 我就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哪里的 这本好像是我的护照啊 这本应该是你的吧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中华民族 来 你跟我说这个人是你 这个人是我 我刚刚就听到了 你说身为中国人自豪 你还想偷偷台湾护照 你拿过来你问你 说了还给你我不要 台湾迟早统一 台湾终将被统一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 我旁边这位啊 就是刚刚秀中国护照的反共大V 这也是我走线到美国 第一位见到的 那这个反共大V大概在 两年多前我们就认识了 对吗 对 差不多两年多之前 对 是什么因缘机会 会知道我们频道 之前我很早就开始看你了 就当时 其实你对 就是启蒙很多中国人 当时你做了 就非常多的内容 然后再加上后面就 比如关注到中国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 像这个来揭入共产党 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对启发中国人的思考能力 这个蛮好的 后来就慢慢看 就开始聊天 或者说讲讲话 然后就开始认识了 当初我也是鼓励他做频道 因为各位观众 他非常的年轻 你现在18 对18 18那两年前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16岁而已 那个时候16 不到16就法定年龄 对一个高中生而已 然后我想说 哇他16岁 然后又有这样的视野 又有这样的一个见识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希望他做频道 只是后来学业繁忙 放假之后的话 我过一段时间 我是常常重新恢复频道 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刚刚在泳池那边 会想要秀中国护照 是很牛逼 还是 就小朋友你们那个护照 你们可能觉得 哇中国人很自豪很骄傲 看起来非常好看 那么护照 确实我也打开 我看我那个护照 设计的确实 就内部啊 不说外表 外表很难看 就内部 其实还是有一点设计感 对他那个图案 对 还弄了很多风景 但是这本护照 在那个 国外的话 是真的一点都不受待见 真的 居民啊 居民就是没有投票选的居民 居民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是赵佳仁的护照 赵佳仁的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普通护照 他的免签 国的数量 其实跟我们台湾一般人 差不多 对差不多 就赵佳仁啊 赵佳仁 对 我不会秀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这个 你看你的国籍 他中文写中国 但是英文的国籍 他写Chinese Chinese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 就是 你们的国籍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你的国籍 又是Chinese 所以到底你的国籍是 那个讲这个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他其实也是在搞大一统 因为那个Chinese 他的就是说 他的英文的定义有很多 有中国 中国人 华人 还有华裔 或者说有中国协同 有中国文化背景 还有就是说全世界 只要是跟China 沾上任何一点关系 的人 他都会搞成是这个 在美国长大的那种华裔 他可能就他只是有华人的协同 但是他并没有 他已经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 这个Chinese也会包含到 也会包含到 就是一种大一统 开始做这个反共的时候 听说你也是一个蓝统 就是一个大一统 最早一开始是的 你的这个大一统 是中华民国要统一回去 就以前差不多是两三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这样想 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台湾现在必须现在发兵 现在反共 就打回去 什么鬼 当时我是这样的想法 就当时 而且就更好玩的是什么 那个我也有自己来跟你分享过 这里我再跟各位观众再讲一下 就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特别怀念讲中正 讲金国 所以说当时我在我以前 在中国那个房子里 我在我的家里是 今天是挂上了讲中正 跟讲金国那个画像 跟那个照片 然后我放在那个 每天还对他们就拜一下下跪的 就像这样子 对对对 只不过那个两个小一点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北韩那种 两个挂在一起 然后后来那个什么 后来不是韩国瑜出来了吗 对对对 他当时是搞了那个 他讲说那个 他爱中华民国 就当时韩国 我一开始还感觉 韩国瑜当时唱那个 那个什么 青海地超原 当时他们还在那唱 中华民国是 对当时他们唱这首歌 整个造势现场 全都是中华民国国旗 当时我还很感动 很感动 当时是这样觉得了 然后后来就是说 后来看清楚他的舔共 就是什么 他实际上 就后来我反 稍微一点反感他 不然我一开始也要差点 把他的画像挂上去 靠腰 三个 那个时候一开始 我还是蓝筒 对吧 后来的话就是觉得 反共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定要统一 当时我就觉得 国家统一是最高目标 就不管是这样 可能反共甚至沾中的时候 对我来讲 可能是第二位 甚至我觉得还要 不光要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要统一 当时我还觉得 什么外蒙古 唐努无良海 什么外东北啊 外西北这些也一起统一 甚至当时以前 我最夸张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 你知道就 唐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版图都扩张到 什么斯坦国 那个 岁月城 对 李白的家乡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 哈萨克 我觉得这也还要统一 还有像那个 不光是这个 以前我甚至觉得 什么越南 越南 什么朝鲜半岛 甚至日本都要统一 我以前是这么觉得 就觉得大家一起搞民主 同一个民主的大国 就不好 我当时是这么觉得 该不会你那个时候也认为 陈吉斯坦是中国人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陈吉斯坦 打下来的领土 都是中国的 以前是这样的 那打到快打到耳蝶了 就打到那个叫 基辅罗斯 对对对对 乌克兰 那乌克兰是中国的一部分 很荒谬欸 对那个时候 当然我就 因为那个时候大一统教育 我就觉得国家版图 越大越好 当然我没有考虑过 就背后的任何想法 其实我跟你就聊天的时候 你后来提到有一点 让我慢慢开始 就觉醒什么 就是你当时跟我提到有点 这个国家领土越大对吧 政府的行政开支是越来越高的 而且有很多地 是荒废是没有用的地 这种情况下 你的人民要交的税啊 那就会越来越重 当时你跟我讲到这点 我才开始慢慢去思考 这个后面的一系列弊端 当然这是一个开始 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像你把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 你把他们强行整合在一起 你没有那个遵循他们的想法 你就把他们搞在一起 这样你后来我想了一下 为什么古代 会有那么多杀戮和战争 包括现在共产党搞 就是因为要统一吗 像这里我还在揭露一点 很多人喜欢讲说分裂会乱 其实分裂不会乱 是怎样会乱 分裂的情况下 如果这边出现了一个想要统一的人 他一定会乱 一个以上 对一个或一个以上 那就会乱 就像如果战国七雄那个时候 什么秦其楚寒赵卫什么的 如果他们都想要脱离周王国 然后周王国也允许让他们脱离 然后那这样就是八国嘛 对 八国联军 这是八国然后他们互相承认 互相独立 然后互相邦交 互不侵犯 对 那这样其实中国这片土地 传承到现在它的多元性跟包容性 不输欧洲 不输欧洲 它的文化绝对会发展得很好 对因为他们各国 虽然我们不会互相去打仗 但是我们会文化去竞争 对 因为那个大一统 我想吸引你的人才来我这 对对对 但是是不弄武力的 对不能武力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迫使 大家去激发脑力激荡 这是良性的一个进程 对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 会是发展得非常好 而且文化交流 而且一定像 如果八属现在独立的话 就是它独特的文化 而且他们的语言 也不会叫做方言 就虽然说我们看了 我们谈的是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也是从个人 就是说从个人起来能发现 如果说一个人 他那个像国家 其实就相当于 如果说假访台湾今天要独立 然后大家公投都通过了 大家都想独立的话 那这种情况 如果有人逼着你 不允许你独立的话 这种情况就跟现实中 就是说 就跟结婚或者说 谈男女朋友 就是说 一个人想分手 然后另外一个人 不允许他离开 就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 就其实你从个人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相当于 可以讲叫恐怖情人 对 你那个时候没有露脸 但你还是被中共找到 对还是被找到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当时我也没有变身 我就只开了个小频道 那个时候频道还蛮小的 就是说只有几千人订阅嘛 对 那个观看量也不是特别多 我个人认为是被小粉红检举 当时是在我被找到的那个之前 当时有人在我的频道下面跟我留言 讲说什么 你很快就有麻烦了 当时我一看没有 我没有在意了 我就把它置顶了 就像你以前置顶小粉红 我就觉得这个 蛮搞笑的嘛 我就把它置顶了 结果没想到我后来 后来真的有人来我敲我们了 就 结果你置顶到的 可能真的是王警是吧 我不清楚是王警还是小粉红 还是说我认识 就有可能是有人害我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但因为 他到底是怎么找到你了 我蛮纳闷的 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 就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是跟我认识的人有关的 但你认识的人知道 你有在做这个吗 有一些人是知道的 那他是小粉红 像我以前在中国上学 有一些小粉红是比较讨厌我 我估计有可能是跟那个有关系的 你做那个干嘛让他们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了 我后来是怎么发现 他们知道我做这个 因为以前的话 在中国上那个国小嘛 还有就是说 我们那个上初中你们叫国中 对 当时我看了就以前那种 老的那种同学的群族 他们有人发说讲说 就讲我是汉奸什么什么 就是说发现了我这个做这个 以前有个QQ群里面 我当时我就看到了 我就想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感觉可能是他们里面的人 监局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有你的名字有柱子 什么柱子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有你的名字 他基本上就好了 像陈老师他在中国也是 他是因为翻墙 然后也被喝茶 你的罪名是什么 我那个不是罪名 他就我给我的个训诫 因为我那个 我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一点 当时我还没有成年 我只是使用了翻墙软件 所以你并不是以什么 颠覆国家要叛党叛国 那个什么他没有 就是说给民意 他当时把我叫过去之后 他就跟我谈谈话 就警察跟我讲 就讲你不要再散布这种虚假的 就是说还有就在外面乱讲话 反正那个公安 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的 最多一句话讲什么 就讲年轻人你年少也回 讲什么不要做这种事情 加你问问自己 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他可能觉得你还是小 还有被中共挽回爱党的 他是这么觉得 他是这么觉得 所以就给你一个训诫 你是谁毁过书 对 谁毁过书 当然在里面的话 也不能算拘留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中国的公安局派出所 不是审讯室 就是说让你在里面等 然后他公安去处理事情 你在里面就做 当时我在里面做了一会儿 就是说他的话是三面墙 那个墙是软的 一面玻璃那种 然后一个门 把你临时关在里面 所以你有被积压很久吗 几个小时吧 后续他们就经常打电话给我 感觉是跟你聊日常 就问你过得怎样 有病啊 就是说国家是在关爱你 就是说希望你们身心健康 屁啊 他们是讲叫 你们是祖国的小花朵 什么祖国的未来 祖国的栋梁 他们就这么讲 公安他们训话 他们是软硬兼施 看起来是该跟你讲道理 或者跟你怎样 但如果说你比如说 回避他们的问题 或者没有给他们满意的答案 对吧 他们就开始以一些 就是说一些事情来逼你 就是讲说 你未来要什么 就是说给你留个记录 你去美国也想办法上不了学 他们当时没有直接讲 但他给我个暗示 我明白 暗示就是这个意思 对 留学或者说工作签证的移民 他都有个叫 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对对对对对 共产党现在他学的很聪明 他不会说给你个颠覆国家 如果他给你个颠覆国家 你就是可以政治庇物了 对 但他现在就给你什么群性知识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什么 什么散布虚假讯息 就弄这种东西 就外国的他的移民局 他的政府 看起来感觉是 你是因为其他的那种刑事案件 你需要解释很久 就比较麻烦 你是因为这个事情才来美国读书 还是之前就有这个 我当时一开始 我在中国初中毕业之后 我当时申请了美国学校 我其实是已经在美国读了半年 后来为什么要回来呢 第一是因为中国有疫情 第二的话 我是当时就已经 脑子已经比较清醒了 当时我回来之后想是做一些事情 我当时在我们的社区 还有我们那些街道那里面 我去偷偷写一些标语 贴一种小传单那种 启蒙更多身边的人 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后来没想到那个被找了之后 我就觉得在中国国内再继续这样做的话 可能效果也不会很好 而且可能给我自己还会带来很多麻烦 然后后来我觉得可能到国外来 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然后我就出来了 你过来这边生活两年多 这边有什么你最不习惯的 那个从交流圈子 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跟那个东亚人交流 就中国清醒的 中国人跟那个像日韩台这些 可能跟他们交流比较多 你日常在美国遇到小粉红吗 以前学校也遇到过 不过后来的话 那个人他也不敢搞我了 学校给我他一个警告 所以你是打算未来拿到美国的公民 先拿居民 居民之后公民一步步 像我们还是有些台湾人他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明明骂政府 会被颠覆国内政权 你这个还是比较轻的 你只是被训诫而已 对我只能被训诫而已 但是还是有很严重的那些 对 但是如果说你当时如果是公开 像师通小勇士这样反习近平 那下场应该蛮惨的 都会蛮惨的 各位观众 有兴趣的话去多订阅 你的频道叫做 大家搜寻陈正明就能找到我 放在这里 好不好 大家多多订阅关注 那今天这个第一位采访 反共大V 陈正明明先生 也要感谢八九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把我封锁 我是8的小金兰 拜拜